這趟九天超過3500公里的東馬直切 經過了兩天 大約850公里的旅程後 來到了梅里 接下來我們準備離開薩勞岳 進入沙巴 我現在右腳在沙巴 左腳在薩勞岳 這一集我們即將經過問來 跨越國境與周界 奇象未知 看兩圈 誠如大家所看到後面的已經是 Off-Road了 對 終於了 精神 剛才騎到快睡著了 對,他說睡了 他說睡好了 深山林道 準備出發 GO 跨越國境後 我們也即將開始騎了摩托車 前往東南亞的最高峰 金納巴魯山 探索周圍的林道 神山林道 接著摸黑 前往島上的最北點 我現在騎到一半了 我只要站起來 他就斷油 我們似乎低估了這條林道 沒錯 所以剛才經過這邊 隔了一段時間 我才幹導航 恭喜各位 我們仍然涉及 KDM Ready to Rest 欸,他會讓你路耶 哇 好爽喔 從公路到油棕園 再到沙灘 最後是古老的熱帶雨林穿越 公路與土路 汗水以及雨水交織成了3500公里 這裡是三位被人類征服的自然天堂 是原始的自然領地 婆羅洲 這次東馬超過3500公里 公路混合飛撲裝路面的行程 因為當地的氣候形態屬於熱帶雨林 雨 說來就來 說走就走 騎到一半 突然就會開始下大雨 所以這次的裝備 我使用了Stream Trail的Dry Tank 40升 D2迷彩版 來攜帶我的拍攝設備 Dry Tank 40升 適合3-5天的冒險旅遊 材質堅韌 即使在飛撲裝的路面下摔車 也不易破損 卷擇防水擋布 具備高度防水性 胸扣帶以及腰扣帶 可以平穩固定背包 方便我們越野時大範圍移動身體 搭配上背部透氣減壓軟墊 讓我每天超過400公里的騎行 都不會感到疲累 側邊紅色的排水孔 可以作為緊急時的提水袋 現在還有可拆式網狀前袋 可以收納各種小物 讓騎行過程更加輕鬆無負擔 魯特會把商品連結放在下方資訊欄 有興趣的朋友們 記得手刀選購喔 另外這次魯特也爭取到了 山用旅行防水袋作為抽獎獎品 看到這邊的朋友們 記得到魯特的臉書粉專上看看 就有機會獲得防水包喔 我一早呢就拿著我的這個 Copy All在合了 今天特別不一樣的是呢 我多了馬來西亞國旗 非常可愛 玩真真 這個是真正的 我們今天準備要 算是經過文萊啦 因為馬來西亞跟文萊呢 他們就都屬於這個 菩蘿州上面的國家 所以呢 我們今天要從馬來西亞入境文萊 然後再出去 算是一個Chain Seat 所以昨天晚上呢 我們還在那邊寫那個資料 有點小麻煩 但是呢 有熟人幫忙呢 欸 可是白白也不算熟人耶 所以昨天就是交給白白 一個台灣人 哈哈哈哈 沒有啦 那個Timemoto那邊的姐姐 有教我先怎麼用 喔 因為之前好像有別的外國旅客 也是要過季 所以那時候有跟Timemoto弄過一次 反正他們已經很熟就對了 對對對 所以如果你有來馬來西亞騎車 然後你也要入境文萊 但是你不知道怎麼入境的話呢 我覺得Timemoto他們也非常樂意協助 真的真的 對 人真的非常好 非常樂趣 對 不然他那個 我看那個文件 光是那個什麼英文 那個一帶都有 完全看不懂 真的 那出發之前呢 我們還有一件那個 每天必做的大事一定要幹 什麼事 吃早餐 那據說今天的早餐呢 非常的特別 我們今天去吃 永和豆漿 這裡面有永和豆漿喔 真的有 但是我不敢保證為什麼 因為我那時候在搜尋 美里的早餐店 突然間 跳出一個叫 永和豆漿 然後我就蠻老質疑 或說 是台灣的永和豆漿嗎 結果我去看那個字體一模一樣 然後他賣的東西一模一樣 然後就說 哇 美食 我大學的時候超愛吃永和豆漿的 等一下去吃吃看看好不好吃 出發 第三天一早 在飯店門口準備車輛之後 我們打算前往美里市區 吃永和豆漿 今天的行程 在我跑完了這趟東馬之後 我覺得是全部的行程裡面 最硬最硬的一天啦 因為今天 我們會經過在婆羅州的另一個國家 汶萊 而此時此刻 我都還不知道 今天會有多麼的Hardcore 還以為會跟前兩天一樣 就400多公里的公路而已嘛 輕鬆啦 首先我們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原本要吃的永和豆漿 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開門 沒開 沒開 又在永和豆漿 那我們跟他合照好了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很臨時的 隨便找了一間Copy店 愜意的喝著Copy o bing Cosong 吃著我真的覺得很好吃的雞飯 吃到一半 還跟跑來要食物吃的貓咪丸 順利解決完早餐之後 我們出發往東馬邊境起程 而這剛出發不到3分鐘 原本清朗的天氣 突然下起了大雨 所以啦 全身的衣服 也濕了一半 人都還沒離開市區 這雨又停了 柏油路全乾 又變成了大太陽 幸好氣溫夠高 所以就算衣服濕掉了 邊騎邊吹風 吹個30分鐘 馬上就又乾了啦 第一站我們打算前往友戰加油 在路上等紅燈的時候 還順便跟東馬的同學打個招呼 接著來到油戰把油補滿之後 我們才算是正式的離開梅里市區 從梅里到汶來的這一段路 可能是因為離邊境越來越近了 所以車流量也變得超少的 一路上只有看到零星的幾台車 同時公路上也因為天空中的雲 而忽明忽暗的 在高速公路上騎了大概15分鐘之後 我們經過了東邪大橋 來到了 這一個管制站 這個是收費站 對 當你用Google 它會跟你說可能經過收費路段 就是這裡 那馬來西亞的收費站最大的差異是什麼 摩托車不用收錢 對 摩托車直接在旁邊過去 舒服 好 我們繼續去 我們來 好 嘴上說著舒服 同時心情興奮之餘 內心還是冒出了一點無奈 開心 是因為這從第一天出發開始 在東馬的高速公路啟程 市區鑽車縫 飯店的停車場 再到現在的高速公路不收費 不收錢也就算了 你還給我一條光明大道走 真的是非常感動啦 風靜下 當下眼淚都快掉出來了 再到你 經過這個天堂收費站之後 我們也來到了 這個進入問來前的關卡了 大家身後呢就是這個通關的關卡了 前面有一個Welcome to Miri 就是美里 就是從裡面出來會看到這個牌子 那我們要從這邊進去呢 就是要經過這邊 然後等一下呢就有各種關卡在等著我們 我們準備要重關了 希望可以順利好不好 因為聽說 美里他的關卡跟新加坡一樣很嚴格 所以你的文件那些東西全部都要備好來 就是不要讓他們覺得好像有不對勁的事情 喔 對 反正他們就是算是法治嚴格的一個國家就對了 準備要出發了 YA GO 進入關卡之後 我們也開始展開這漫長的通關之旅 第一集中我有提到 整個婆婆州有三個國家共同管轄 印尼 東馬 汶萊 而我們選擇職切的路線 則是需要經過汶萊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首先 我們會先出進馬來西亞 好 各位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 邊境檢查站吧 我們等一下要先出進馬來西亞 對 等一下我們會到汶萊的海關 對 汶萊的海關 所以這邊照理來說應該是會比較 輕鬆一點 青城哪個 阿亮 亮 Yeah 咪 OK 啊 Yeah 沒有啦 缺瑞加利 哈哈哈 Good boy 對 Good boy Good boy 哈哈哈 哈哈哈 他都確認本人啦 每個都看一下 他應該是問一下帥哥吧 呃 靠 問一下可疑人士 我問一下 對啊 我那時候要來跑 有人在我上面留言寫 五小石鴿 講是你 那是什麼事情 五小石鴿 五百公里 哦 五百公里 哦 五百公里鴿 沒有五百公里不回家 對啦 他的梗啊 他的那個 什麼梗 五百公里啊 沒有五百公里不回家 哦 他那也是這種感覺 這邊還好 車很少 等到新加坡 關車超多的 在那邊等 排隊排到 爆炸 對 新加坡通勤就對了 對 新加坡通勤 馬來西亞可能賺三千塊 到新加坡 可以賺九千塊 哦 對 真的真的差很多 差很多 所以他們裡面每天來回都還有賺 對 因為住新加坡還是可以 不過就貴 本來收率會更高一點 掃地都新幣兩三千啦 就是大約五六萬台幣 哇 開巴士也很高啊 那這樣我可以去嗎 我會掃 我當兵的時候一直掃啊 拔草啊 割草 對啊 拔草割草 對 哦 Thank you 他只看你 他們從那裡 那個 Kuchin 我們要去Saba 哦 對 就環島去回 Thank you 那五本我先放我這裡 好 好 全部收集這裡 Thank you 拜拜 出境馬來西亞其實很簡單啦 就是給海關看一下護照 確定你是帥哥 不是同氣犯 基本上也不會問你什麼問題 就直接放行了 而入境問來 我覺得則是比較麻煩一點 當天在這裡我們三個人 每個人需要繳交20問幣 或是新幣 來申請落地籤 很特別 馬幣 在這裡海關是不收的 反而新幣 他們會收 不過說整個過程麻煩 我覺得倒也還好 一樣也是把護照丟給他們 錢也給他們 剩下的就是在旁邊稍等一下 等手續都辦完了之後 我們就算是入境問來了 問來這個國家不大 面積大約是5700平方公里 大概是新竹 雲林 嘉義 這三個縣市加總起來的面積而已 總人口數 約是4萬 因為國教是伊斯蘭教 所以絕大部分的問來人 都信奉伊斯蘭教 這一點從進入問來之後 沿途清真寺的數量 就可以知道了 大家對於問來的印象 我想應該都是那豐厚的社會福利啦 教育 醫療 在問來都是免費的 同時政府也會提供住房補助 而有如此豐厚的社會福利 則是因為問來的經濟 以石油和天然氣出口為大宗 而在跨國這整個過程中 最最最讓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在入境問來之後 我們經過了這一座 問來目前規模最大的基礎建設 同時 也是東南亞最長的大橋 現在在我身後的這一個呢 就是那個 BLABLABLA橋 呵呵呵 名字真的太長了 原諒我背不起來 第一眼看過去 就是騎不完的那種感覺 我那時候在Google上面看這個地標呢 看過去是覺得還蠻震撼的 那等一下騎的時候不知道會怎麼樣 因為現在遠方呢 有一坨很大坨的烏雲 所以希望在橋上應該不會下雨 呵呵呵 不然我們今天真的是當雨神的好不好 雖然這座橋的名字 真的有一點長 但是我還是想要完整的給他講一下 蘇丹 哈茲奧馬 阿里 賽夫丁 跨海大橋 這一座橋的長度 真的就跟他的名字一樣長 全長30公里 剛完工還不到5年的橋 連接問來的摩拉線 還有蛋布隆線 如果你跟我一樣完全記不住他的名字的話 那他還有另外一個比較簡單的名字 蛋布隆大橋 或是你要叫他 蛋舞隆大橋 也是可以啦 蛋布隆大橋一共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大約是18公里 就是我目前所行駛的這一段跨海大橋 左右都是問來灣那蔚藍的海水 給人一種非常平靜的感覺 而橋上 坐落著三座雄偉的高塔 它與橋之間一鋼籃連接 橋的側邊呈現開扇形 騎在上面感覺到兩邊的氣勢磅礡 同時高達的頂端 有著月亮和星星 象徵著問來的伊斯蘭傳統 而說實話這上橋之後平靜不到3分鐘 最讓我擔心的一件事 就有是遠方那一坨黑到不行的烏雲啦 因為橋上嚴格禁止靈停 所以感覺應該是沒救了 一定要失身了啦 但布隆大橋的第二個階段 則是長達11.6公里的路上高架橋 在這一段的下方 就是目前看到周圍的環境 則是森林沼澤地的保護區 原本到這邊 是打算要好好的邊騎邊欣賞 兩邊的沼澤森林 但是這天色 瞬間變得潮暗 雨 也開始下下來了 基本上只要在橋上遇到大雨 那就是直接GG啦 因為這30公里 真的是太長了 所以在一路臨到了對岸之後 我們也沒有打算要停的意思了 全身早就濕透了 所以打算 直接衝到出境問來的關卡 最後淋著大雨 全身濕透 我們也來到了問來的出境關卡 他那個雨可能穿雨衣還多一層溪喔 我已經全濕了 還 離開問來 我們又再次入境馬來西亞 在這裡的文件 少了一項 所以又很臨時的當場申請 最後在下午的接近4點 成功穿越問來 我們來回到馬來西亞 我們又回到了馬來西亞 這是我第二次來到馬來西亞這個國家了 第二次來到馬來西亞 開心啦 在這裡把雨衣穿上 我們也準備繼續旅程了 從海關關口 我們又再度出發 今天早上我們9點多 從梅里出發 一路騎到了下午接近4點 但是這里程 連一半都還沒有到 我覺得這也算是給我們一個經驗啦 就是只要是跨國騎乘 我覺得時間還是要抓的更寬裕一點 因為到了這邊 我們還有大概230公里要騎 加上再問來 馬幣是沒辦法用的 沿途就算想要吃東西 也沒有錢啦 所以啦 進入了老月之後的第一件事 我們打算先找一間店 坐下來給它刻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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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爺這邊的殘虛沒有多少殘虛 好像都是那種殘虛的 可是我們可能要避免去夜景下雨 對我知道就是那點 因為我看後面好像有些簡單吃的 我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時間點可能都關掉了吧 剛剛經過長途的遠鎮之後 其實好像也沒有長途遠鎮 我們今天到現在才騎160公里 可能160公里多一點而已 現在時間已經快10點半了 我覺得光是過問來的那個通關 我們真的就過超久 就是他申請其實是真的有一點麻煩的 那幸好我們這次有Acura還有克里斯 所以基本上語言溝通 就是對我們來說就不是太大的問題 就是什麼東西沒有寫 立馬馬上就寫 甚至還有一個海關人員人真的超好的 開他的那個網路給我們用 然後我們就馬上填一個那個叫什麼 MDAC什麼之類的入境的 所以我覺得 今天算是有點多災多難 但是又沒有到那麼的多災多難 我會說多災多難的原因 是因為還有另外一個因素 就是前後因素 鮑魚 下鮑魚 你不要看我現在好像舒舒服服的 坐在這邊跟你講話 但是我全身其實是濕的 然後我已經騎到啊 這個手啊 揍起來了 就是很像泡了很久的冷水澡 那我車鮮裡面也是全濕的 所以 所以怎麼樣 對 因為我覺得 今天實在是太不容易了 我順便也講一下 剛才那個 龐陀大雨 其實對我們沙勞院來說 叫正常 喔 那就正常的 不過前面有說什麼 哇大雨來了 對不對 結果後來進去我覺得還好 我們 沙勞院真正的 龐陀大雨 是 雨滴打到你身上會痛的那種 對 雨淡的那一種 對 雨淡 然後那個安全帽是 像石頭砸到那種 噔噔噔噔噔噔噔那種聲音 對 那剛才都沒遇到 喔 那看來我還是等於沒有來過馬來西亞 接下來幾天裡面可以遇到一次 一次就好了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就好 今天整個這樣騎行的這個過程 騎到現在我們才 雖然我們才騎一半而已 但是其實我還蠻 也不是說痛苦 就是其實也蠻享受的 淋得還蠻爽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吃完之後呢 現在四點半 其實吃完可能五點多了 然後 要再騎可能超過兩個小時 應該 今天應該會 有點夜騎的概念了 然後現在呢 吃飯 餓死了 在這邊 吃了馬來人 道地的海鮮炒飯 還有熱沙米粉 吃飽喝足之後 我們也接著 繼續啟程了 這個包包再重新背上去 就覺得超重的 對 沒錯 哇 今天終於要夜騎了耶 對啊 我的霧燈終於可以拍上用場了 欸 你會看到有另外一條路 是往山裡面走的對不對 那個就雨林了 那個是我回程時要走的路 哇 好棒喔 會破五百公里 舒服 還是五百公里 對 終於可以回家了魯克 舒服喔 終於可以回家了 我已經不能回家三天了 哈哈哈哈 離開老月騎了大概二十分鐘 我們來到了今天要過的最後一個關卡 沙拉月 還有沙巴的周界處 在關卡處 在關卡處 我們又享受了一次摩托車的豪華待遇 不用排隊 就可以直接通關 而這裡的通關 相比剛剛問來的關卡 就簡單多了 基本上就是看個護照 蓋個章 就放行了 這邊這個關卡呢 我們從這邊過來 一邊是往沙巴 跟沙拉月 過了這個關卡之後呢 就代表說我們到了沙巴 而在這周界處 當然也要玩一下這個梗 沙拉月 沙巴 我現在右腳在沙巴 左腳在沙拉月 哈哈哈哈 對沙巴周期日 它這個島的那個形狀 然後沙拉月就一個 黃底橫條紋 然後一個星星 各位看到 我們現在呢 只要過了這扇門 就到沙巴了 然後這邊是沙拉月的 在這種情況時 我們繼續發生一件事情 我到沙巴了 我到沙拉月了 我到沙巴了 咬我啊 哈哈哈 我想如果海關看到這個畫面 應該會蠻想要打我們的啦 通關完 我們也算是正式進入 這個連Akira還有克里斯 都很陌生的 沙巴 沙巴位於婆羅州最北端 也因為地理位置 算是婆羅州的偏遠地帶 所以這裡的自然環境非常的原始 我們的行程也會在沙巴停留兩天 接著開始深入林道 有中原還有沙灘 後來我在換電池的時候 可能是因為我們五台遠征的摩托車停在一起 實在是有點顯眼 所以海關還特地來詢問我們要去哪裡 一聽到我們是從古境出發 騎著摩托車要往婆羅州最北點 馬上還超級開心的 跟我們分享接下來的路程 首先 他說前面這烏雲 雨會下的很大 這剩下的200公里 因為AH150還在修路的關係 到中段的時候 也會變得超級難騎的 還特意叮囑我們一定要小心 也因為這樣 在過了這周界之後 我的心情 反而沒有因為下雨 而有任何的厭世 相反的 還非常的開心 在我們來到剛剛海關說的 那會超難騎的中段路線時 時間已經接近晚上7點了 全身濕 沒問題 時間晚了 沒問題 只要這路夠爛 就會很有精神啦 這段大約長40-70公里的路段 是目前泛婆羅州大道還在施工的路段 所以沿途會有很多護欄 以及還沒有鋪設柏油的路段 也有很多的單線道 從天亮我們就這樣一路騎到天黑 經過了無數飛撲莊路面 而讓我覺得刺激的時刻 不是這傍晚的飛撲莊路面 而是在太陽下山了之後 天空下起了大雨 同時 電閃雷鳴的時候 進入沙巴之後 我們淋了第一場雨 是一場長石強降雨 大概整整下來快一個半小時 因為高速公路還沒有建好 所以整段路上幾乎都沒有路燈 這整段路就只能靠著390的大燈 還有對向來側的大燈來分辨路況 真的騎的蠻累的啦 因為雨一直下 視線真的蠻差的 而也因為這長石強降雨 這路面也被雨水全部淹沒 騎到差點都以為我自己在聊K了 很high啦 就這樣我們又騎了接近3個小時 騎到全身都濕了 拍到相機也都沒電了 才一路從舟借出了海關 騎到今天準備嚇他的地方 KK 哥達 金娜巴魯 我們現在人在這個沙巴 我們昨天雨戰 昨天真的是太累了 稍微分享一下那一段騎行的過程 這則的過程呢 雖然我覺得真的算蠻順利的 就是我們一路上其實都沒有被刁難啊 什麼之類的 但是呢 一直要把護照拿起來 然後又要脫安全帽 一路上就一直重複這個過程 重複了五六次 昨天我們可以完成那一段旅程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真的要有當地的熟人帶會比較穩啊 昨天雨真的太大了 所以呢今天我的行程呢 車靴就只能穿濕的 所以剛剛我套進去的那一剎那呢 就是我的襪子還有我的褲子 現在其實是全濕的狀態 那到了沙巴之後呢 其實我還蠻興奮的 原因是什麼 因為今天我們就要去騎林道了 第一條林道呢叫神山林道 據說風景很優美 然後路況呢應該是非常好 所以可以期待一下今天的行程 前一天抵達哥達金納巴魯的時間 已經來到了超過晚上9點 哥達金納巴魯 Koda Kinabaru 這裡是沙巴的首府 同時也是整個馬來西亞的第六大城市 自然美景原始 我們住的地方 離海邊大概只有不到50公尺的距離 而我們在這裡的兩天 則是會以KK為中心點 騎著摩托車探索周圍的景點 雖然說是探索周圍的景點 但是這範圍還是蠻大的啦 像我們今天預計的里程 就來到了超過450公里 昨天淋了一整天的雨 加上夜期雨戰 精神消耗了很多 不過在睡了一覺起床之後 真的好多了啦 一早 又是一尾活龍 在Copy店簡單吃了早餐之後 我們也準備展開今天的行程 第一站 先前往神山林道 畢竟 三天沒期林道 全身早就已經不對勁了 才剛出發在馬來西亞第六大城市 果然不是叫假的 四距離的車流量 比起兩天前我們去的城市 都還要多 同時因為AH150在這裡 也還不算全部修建完工 所以騎乘的時候 遇到很多路段 都是直接用護欄 來和對向車道分隔的 車流量多 加上道路施工 所以直到進入山區前 你還可以看到我們還在塞車 這一段從飯店到神山林道路口的路段 大概也是60公里 而我們 騎了將近整整兩個小時 才抵達 從市區的車多 我們一路塞到了接近山區 車流量才開始明顯減少 而在接近山區的時候 也因為騎了接近兩個小時 過程中 就想說站起來稍微伸展一下屁屁 結果突然發現 在我站起來的時候 車子會突然沒有動力 直接斷油 坐下去了之後 才又恢復動力 就跟克里斯的車 前兩天發生的問題一樣 所以這來到林道的入口處 第一件事 就是先下來看一下車況 我現在騎到一半阿 我只要站起來阿 他就斷油 那我解釋一下 這是KTM它的那個 側柱的感應器是靠一個 磁鐵螺絲這一顆 然後還有這邊有一個貨爾感應器去感應 那因為這個側柱用久了以後 它這個的寬度會變寬 所以它會變得很晃 所以它是左右移動了 所以合起來的時候 你這樣不小心踩到 它就以為你側柱開起來了 然後你就斷油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試著把這個GAP 把它 折開一下 對對對 然後我們目前應急的方法 就是找一個可愛的束帶 好厲害喔 你可以拉多一點 往回它一點 再來 再來 就像那句流傳的諺語一樣 沒有什麼 是一條束帶解決不了的事情 如果有的話 那就兩條 三條 四條 幸好這只是小問題 簡單用個三條束帶束起來 問題就解決了 好好先這樣好了 好 OK 喔 現在就比較 喔穩了 感謝掰掰 維修組 兼行政組 兼翻譯 兼我的英文老師 好 處理完車輛 我們也準備繼續出發了 一出發呢 我們一口氣騎了兩個小時 剛才那段路其實我覺得 有點累 因為車子真的太多了 在市區裡面 然後那個前面的車數有超滿 然後超多卡車的 對對對 對啊 可是我們現在脫離 好不容易脫離了這個車鎮 然後終於來到了 算是領到路口吧 對 應該算是 他自己也不知道 誠如大家所看到後面的 已經是off road 對 終於啊 精神 剛才騎到快睡著了 對他說對 連攻擊都說對了 接下來應該這邊就是領到路口 神山領到 準備出發 好不好 非常的期待 GO 說到神山領到 就一定要提到這座神山 它是婆羅洲最高 同時也是東南亞的第一高峰 又叫金納巴魯山 或是中國寡婦山 海拔高度大約是4095公尺 在越界所稱的東亞三山 一神二玉三富士 這一神 指的就是馬來西亞的金納巴魯山 而今天我們的路線 因為是騎了摩托車 所以想當然的 一定是沒辦法騎到最山頂啦 車型的終點 大約是在神山的半山腰 對我們來說 也很夠了啦 這從來到馬來西亞騎車開始 每天騎的幾乎就是公路 所以今天從領到的入口處出發的時候 心裡還是非常激動和興奮的 從入口處開始 可能是因為當地政府正在整修這個路段 所以路面已經被工程車輛壓得很緊實了 一開始的路況也很好 沿途都是大直線 騎著390ADV來到這邊 真的剛剛好 油門可以大補 照著自己的節奏騎乘 真的很舒服啦 騎乘領道以來 其實我一直收到蠻多資訊的 內容大概都是 我騎哪一台車哪一台車 可以去哪一條領道哪一條領道嗎 其實一直以來我的答案都是一樣的 一定可以 看看今天的Akira教練 就可以知道 基本上不管你是什麼車種 越野車 林道車 或是ADV 街車 復古車 其他巴拉巴巴拉的也好 只要有心 林道 絕對是可以進去的 當然這過程 騎得舒不舒適 玩得爽不爽快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啦 這一趟在出發前 我也問Akira說 不是有林道的行程 阿他怎麼還騎390 Duke 他給我的回答就是 他想要試著騎Duke玩玩看 騎車嘛 沒有一定 最重要的是 不需要去理會別人 自己玩得開心 才是最重要的 深山林道裡面 其中一個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的一點是 這裡的橋 從橋面上看去 你會對它沒什麼安全感 因為上面的木板 很多都已經破裂了 甚至還會有很多洞 木板的鋪設 也是為了讓汽車同行 騎摩托車在上面 我是覺得蠻刺激的啦 尤其是 遇到狗狗 跟你互相讓路 欸他會讓你路欸 一路上我們享受著這offroad的路段 當下沒有太認真的紀錄 這條林道大概是多長的距離 只知道騎了大概30-40分鐘 我們也來到了車型的終點 打算在這邊稍微吃個東西 就接著原路折返 因為今天的行程 到這邊 甚至連1 4分之1都不到 而回程 我們決定操整一下 從剛剛路口處開始 我們經過的3-4座橋樑 其實在主線的旁邊 都有一條可以撩K的路徑 應該就是專門打造給 想騎得更刺激一點的玩家 的路徑了吧 騎著390ADV 當然 一定要來試試看 神山林道 哇 我覺得這條林道真的超棒的 又聊K 我們回程的時候呢 稍微聊了一下 我覺得超好玩 異國聊K的那種興奮感 就是刺激感呢 又增加了非常多 趕下去的時候 整個腎上腺素爆發那種感覺 我真的非常喜歡 距離出口處可能也不遠了啦 大概只剩下10分鐘15分鐘而已 下午呢 我們的行程 現在已經下午了吧 已經下午了 現在其實已經下午了 然後還沒吃東西 所以我們等一下回到柏油路之後呢 我們會先去 早上出發的那個城市 可能城市附近吧 稍微找個店面 然後坐下來吃個東西 下午呢 我們準備要去這個 普羅州最北點 GoGo 在這邊又玩了大概一個小時 時間來到了下午超過3點 本日預計里程 456公里 到了下午3點 實際騎乘里程 大約還不到150公里 所以接下來我們也要開始趕路一下 只能說林道就是有這種魅力 待在裡面的時間都會過得超級快 出了林道之後 我們的下一個目的地 算是東馬自駕必到的地點 婆羅州最北點 出了林道之後 我們接回了柏油路面 從神山林道的入口處到婆羅州最北點 我們需要再騎將近130公里 和前幾天不一樣的是 出了林道之後 我們不再是走著AH150 相反的 我們騎著只有雙線道 看起來比較像是鄉道的路線啦 B7早上來的時候 這下午出了林道後的車流也少了很多 一行人5人 就這樣騎了超過一個半小時 直到肚子都餓了 我們才在抵達婆羅州最北點前的 Cotta Marudu 停下來 準備吃午餐 接近一個多小時吧 我們來到了這個叫做 Cotta Marudu 這裡呢 是距離這個 婆羅州最北點的最後一個城鎮 那這個城鎮呢 好像比較少人啦 一點啦 中午呢只吃個麵包而已 所以我們想說 肚子真的太餓了 不行 所以呢 來到了一間這個 好像也是要咖啡店 等一下我們在這邊 先稍微吃一下東西之後呢 我們就會繼續出發 往最北點 GoGo 每次來到這個咖啡店啊 我都會點這個叫做 Coppy Oping Cosso 黑咖啡無糖 但是今天呢 我除了點Coppy Oping以外呢 我多點了一個東西 我點的這個東西呢 叫做 Grabah 不是Grabah Bra喔 是Grabah Bah Bah 等它來呢 我再給大家看 各位 我的Grabah 來了 真正的椰子汁喔 原本的喔 沒有加工了 欸這家裡面有椰肉嗎 對這是馬來西亞的椰子汁 裡面的椰肉很多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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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等一下我可以 我可以喝完之後然後再嗑 在這邊吃飽喝足 我們繼續起乘 時間來到超過5點 從這個停留點 到婆羅洲最北點 還要再騎將近1.5個小時 所以我們就這樣 從天亮起到天黑 一路在夕陽的陪伴下 晚上的7點多 抵達了 婆羅洲最北點 再前往 婆羅洲最北點前的景觀 就很像是你騎在台南漁光島的感覺 周圍是高大的樹木 但是你又可以從樹幹之間 直接看到整片海 因為整條路上沒有路燈 所以這拍起來 基本上就是全黑啦 而在這裡迎接我們的 是夕陽的余暉 雖然天色暗了 當天現場的環境 也真的是一片黑 但是我們5個人一樣嗨 相機夾在車把手上 就直接拍了起來 這裡我們也算是有點遺憾啦 下次一定要在天亮的時候 來這裡 我知道現在非常的暗 但是我還是得拿出來拍 其實後面還蠻漂亮的 這個婆羅洲最北點 後面有一塊石頭 因為我們真的太克難了 我們是7點了才到這邊 這個就是婆羅洲 然後我們現在人在的位置 就是右上角這個 Saba 然後最北點呢 就是大家看到 凸起來最凸起來的那一個 從這張圖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 目前在Saba 然後我們有經過這個 Brunai 溫萊 那我覺得如果這邊太陽還在的時候 應該會非常的漂亮 所以呢 等一下我就簡單 稍微拍一個幾個 目前還已經快看不到的風景給大家 那我們這邊稍微待一下之後呢 我們就準備要回去 我們今天晚上住的地方了 又要再騎回KK 大概還有180公里 時間因素在這裡我們沒有待太久 晚上7點半 我們還剩下超過250公里 所以簡單拍個照之後 我們繼續啟程 從婆羅洲最北點出發 因為我們油量也不夠了 所以又往東騎了將近40分鐘 在古達 把油補滿 原本預計的行程 是明天開始折返回古境 途中又要經過溫萊 所以在古達的油站 我們一行人也稍微討論 然後更改了一下接下來幾天的行程 不然今天回到KK的時間 應該是接近凌晨1點 隔天又要6點起床 展開一整天的海關行程 真的會很緊繃啦 我們現在人在這個古達 時間已經接近9點了 然後距離我們要回到 我們這個KK的飯店呢 我們還要再騎大概210公里 3個小時 我覺得非常的high啊 幸好呢 我們剛才討論了 最後討論出來了 我們在老月呢 直接給他飯店訂起來 所以明天呢 我們大概可以中午再出發 現在 就準備回去 KK 最後又騎了接近3個小時 我們在晚上的12點半 回到了KK 一整天騎下來 真的是舒服到我洗完澡 就直接倒地了 腳也因為穿了一整天的濕車靴 拋到變成阿公的腳 不過雖然騎成這樣 但是心裡也真的超級滿足的 騎了3天 今天我們終於騎到了馬來西亞的林道 去到了婆羅洲最北點 旅程也來到了一半 接下來從KK回古境的路程中 我每一天都會找個一兩條林道來騎 回程 其實才是我最期待的部分啦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喔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 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